小白菜炖豆腐一道非常普通的家常菜 怎样才能把这道非常普通的家常菜做到极致 大家好,我是住厨大山 今天就为大家分享这道小白菜炖豆腐 先把买回来的豆腐改刀切成稍微厚一些的片 做这道炖豆腐,豆腐不能切得太薄 太薄的话炖出来容易碎 把改刀好的豆腐放入盘中备用 刚从地里拔的新鲜的小青菜 从中间切一刀或者是不切也可以 原材料非常的简单 基本上就是豆腐和青菜 豆腐切好之后千万不要直接炖 想要做的好吃这一步非常的重要 碗中打入两三个鸡蛋 找一双筷子,实际的把鸡蛋搅散 碗中准备一些少许的面粉 把改刀好的豆腐两面均匀的蘸上面粉 裹上面粉之后再把豆腐放入鸡蛋液里 裹好之后先把豆腐放在盘中备用 点火起锅,首先把锅润一下 锅烧热锅内加入凉油 锅中的油烧热之后 再把油全部的倒出 锅留少许的底油 把刚刚拍好鸡蛋液的豆腐 放入锅中进行煎制 煎豆腐时火候不要太大 小火慢煎 把豆腐煎至亮防色 一面煎好之后 再把豆腐翻过来 继续的煎另一面 最后把没有用完的鸡蛋液 全部的倒入锅里 全部的倒在豆腐上面 把豆腐煎至颜色金黄就可以了 豆腐全部煎好之后 倒出来备用 锅烧热之后 锅内加入少许的猪油 把猪油烧热 加入姜片葱花 榨出香味 再加入适量的水 开最大的火 把锅中的汤水烧开 把煎好的老豆腐倒入锅里 开火炖制 开大火 把锅中的汤水烧得又浓又白 再加入几片黑木耳搭配颜色 在家做的话 一定要把火候调至最大 把汤水掉得又浓又白 这个时候就开始调味 放入适量的盐 鸡精少许 白糖少许提鲜 最后再加入我们准备好的小青菜 倒入锅中 继续的炖制炖制断生就可以了 想要把这道菜做的好吃 前面也说过了 豆腐不可以直接炖 把豆腐拍过粉 然后再沾上鸡蛋液 煎过之后再炖 这样炖出来的豆腐三个字 先香嫩 最后在出锅时 滴入几滴香油 这道简单好吃的小青菜炖豆腐 就做好了 视频看到这里的朋友 不要再犹豫了 赶快买豆腐回来做吧 天冷来上一晚 全身暖洋洋 喜欢请记得点赞关注支持一下 本期的美食就分享这里 咱们下期见 咱们下期见